請你跟我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如果說很忙的話 我真的一天都只吃一餐 然後欣欣就會這樣 就好像老人家 但我覺得還OK 因為至少我是瘦的 我們放任它 我們不去控制它 它就突然大量的 整個分泌出來 結果你心跳就 越跳越快 心臟衰竭 肝臟衰竭 好猛喔 加油 家庭健康教育守則 看這嘴沒錯 好貨到你家 健康不用靠偏方 打完汁就帶走 神奇好貨到你家 這個懶人也可以用 這種水手杯 然後你要直接把水果 就直接加進去 然後接下來呢 你看它有附這個 對 然後你已經直接在這個上面了 就把它對好之後 就像骨子機一樣 一轉速都按 你這樣會嚇一跳耶 對 它這個轉速都設定了 這樣好了嗎 這樣就可以出門了 對 然後你好了 讓專家教你聰明用好貨 週一到週四 要你好事發生 跟著老師週一到週四 健康無負擔 正宗無菸料理 清廢毒比喝水還簡單 我們台灣女性悲癌很多就是 根本就沒有 然後家裡也沒有這些 洗二手煙的來源 那其實這個煎啊 這個烤啊燒炸這個 都已經產生很多的片門了 那你看炒到現在呢 你真的沒有起煙 對 因為沒有油啊 沒有油 是沒有煙啊 對啊 沒有油就沒有煙 那時候就可以了 好了 就這樣就好了 昨天排完勝毒 今天教你解肺毒 譚老師一週排毒餐 接下來馬上上菜 好 當然這個禮拜呢 我們幫大家來排毒 來 那麼接下來就是 這一個器官啊 那很重要的 肺 這算是... 對啊 對不對 你肺不好呼吸不順暢 那我們的這個身體啦 健康性命啊 可能都有疑慮啦 對 而且聽說 肺不好 皮膚也會乾 其實我們台灣女性 就是很高嘛 油力很高 那其實很多就是 根本就沒有酬炎 然後家裡也沒有這些 洗耳手煙的來源 那其實這個煎啊 然後爆炒 這個烤啊 燒炸這個 都已經產生很多的PM2 肺 它也是沒有神經對不對 那其實是沉默器官 沉默的器官 對 很多都到了發生的菜 所以第一個 炒菜不要油煙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在你開火之前 要先開醜油煙劑 然後你所有的 做完飯之後 五到十分之後 再關這個醜油煙劑 就過這麼久啊 不能嫌它炒 把魚剩餘的廢氣吸走 對... 好不要食這個店 對 真的 來 所以唐老師 我們這個要來排廢毒 這道料理叫做 百合蘆筍炒南瓜 對... 百合呢 有... 然後打起來了 百合 其實這個就是有三個顏色的 好啦... 但是我們今天我們廠菜就是 不要油煙 要開火了嗎... 先不要... 先不要開 那我們就是一樣 我們就是要排廢毒 還細油煙 對不對 我們就是一點點就好 因為我覺得... 你一點點 一點點喔 完全不會流動 這很多媽媽心理上面這樣 因為習慣 其實這個它不會炒 所以媽媽從這個開始趕到來 媽媽就是裡面 多加一點油對不對 一定要慶恩那個才好吃 然後不要熱鍋 不要熱鍋 現在還沒開火 對 因為你熱鍋熱油的時候 就會產生很多 這些可怕致癌物質 我們就是先下南瓜 但是這南瓜 其實不要燙了 你就直接把它切壞之後 都不用 就微波轉一分鐘 微波一分鐘 對 微波一分鐘 就切小塊這樣子 對 切小塊 就這樣 我們就可以開火了 就可以開火了 不過南瓜 它不是是 預防男人攝護腺嗎 您拿來這邊廢底 它這個是 它過去很多的研究 就是說吃 但是菲塔胡蘿蔔素 高的食物的話 會預防肺癌 真的喔 而且對抽菸 吸二手菸的人 或者是說 你去廟會 那個人家放煙果等等的 或者是 大陸埋害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吃一點這種 南瓜 地瓜 和菲塔胡蘿蔔素的東西 所以如果今天不用南瓜 我們可以用胡蘿蔔 也可以 然後也可以用那個地瓜 可以做些變化 對...都可以 然後因為我們要縮短這個 爆炒的時間 才不會有這些油煙 所以我們這些東西 可以先用胡蘿蔔 對 然後這個百合的話 就是我想這個中醫都很喜歡 就是加這個... 加這個百合讓清肺嘛 對... 那這個其實顏色也會很漂亮 所以小孩子就不會抗氣 對 那這個蘆筍 高纖維對不對 高纖維 不是著重在它的葉酸 當然也是 葉酸對於肺有幫助嗎 這眼睛是比較好 其實不管是這些 我們的五臟六腑 都需要塵綠色的蔬菜 對 然後這一道 我們今天就不要再調味了 因為... 調味 也不調味啊 其實... 老師 我們幫你準備好鹽巴啦 對 我們再加... 或許可以加一點鹽巴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百合它 因為我們稍微跟這個南瓜 都已經用這個... 那個微波爐稍微轉過了 它已經有一些清甜的味道出來了 那... 你看 炒到現在呢 你真的沒有起煙 對 因為沒有油啊 沒有油...是沒有煙啊 對啊 沒有油就沒有煙了 那時候熱氣了 好了 就好啊 就這樣就好了 你確定熟了嗎 對 因為它剛剛有都會波爐稍微的 我們想要... 我跟老師講 有香味喔 有 我們這樣是能夠吃到這個食物的原味 對 我們喜歡吃百合 太酷了 老師 我有個問題 你沒有偷偷加鹽 它那個在燙蘆筍的時候 為了保持它的鹹度 你在這個... 在這個水裡面要加一點點的鹽 有鹹 對 要不然就有鹹味了 所以這個鹹味這樣就好了 對 才會... 然後才會... 所以喔 對 還有剛才唸在氣泡之後的災民 為什麼這個... 因為這個就是說它其實... 我們剛剛講的嘛 它不只可以排這個熟煙 或者是油煙的毒 它還可以就是說 氣泡之後 大家其實有一些肺氣吸進去 對 那這個的話 就有幫助肺部的一些功能 但綠色的蔬菜高纖維 胡蘿蔔素都有 它會有什麼樣子的人 是高危險群啊 其實我覺得抽煙的 然後吸二手煙 還有媽媽在煮飯的 還有... 因為我們常常在這個三月的時候 會去到處去這個... 敬香 那個煙霧啊 敗飯的香 那這個回來 我們就多吃一點這個 還有就是家裡有擺一些香精啊 什麼...像我很愛用香香的東西 對... 那種應該也會吧 香粉也會 會有揮發... 揮發 揮發性的 對... 包括了周圍像說盆地台北市 空氣層滿多 對... 吸多了也不好 這個就要每天稍微的處理一下 對... 吃了之後我們肺癌才會乾乾淨淨 真的啊 讓肺癌遠離我們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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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瘦真的就是一切都是好的嗎 有沒有不好的 當然好 當然好 而且越爽越好 真的嗎 你還交替嗎 看一下我們的自然 變瘦不一定是好事 小心是疾病的徵兆 對啊 有病 好 怎麼不可能 好啦 我們拍照來看看 先看喔 有可能你變瘦 加上心機又手抖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真的耶 我那時候只要工作很忙的話 我真的一天都只吃一餐 然後我都覺得 可能是我營養不良 就手不小心這樣子會晃一下 然後星星就會這樣 屁棚竄你知道嗎 就好像老人家 但我覺得還OK啦 因為至少我是瘦的 然後三不五時又背會冒冷汗 你知道嗎 特別是在大太陽下出外景的時候 你會頭暈目眩 就是坐起來 或是突然坐下 你的眼前會是一片白的 不是平血 不是平血 不是有帥哥剛好經過 所以西記手抖 也不是 不是 對 但是我覺得都OK 至少我是瘦的 是... 其他都不重要 對啊 重要 OK 我可以撐得過去 好 來 少婷 我以前就是可能工作比較忙 那陣子如果常常就是 很早到很晚就會睡眠不足 對 然後可能壓力比較大 年底的時候又再趕存檔什麼 很累很累 我那陣子都會心悸 然後手會抖 而且手會抖得比較明顯 真的啊 對啊 因為我本來手就會抖 因為假抗 可是那陣子會比較明顯 對 所以到底會是什麼樣的疾病呢 好 我們來看看 假狀腺抗菌 對 果然是代言人耶 這代言人 九病成良醫 對 厲害 好多說的假狀腺是什麼 為什麼抗菌的話會變瘦 然後又會心悸又會手抖 對 那我們今天講說假狀腺 是一個什麼東西 好 那為什麼叫假狀腺 我們知道我們把脖子抬高 那有一個喉結特別高的地方 這叫假狀軟骨 那假狀軟骨的下面 停著一隻小蝴蝶 那隻蝴蝶大概三乘二公分左右 那它作用是什麼 它會分泌一個叫 假狀腺素 那假狀腺素跟我們的那個 基礎代謝率有關 我用形容一下好了 我們平常叫一般動作 當你假狀腺抗菌的時候 你就快動作 速度會變得好像轉快一點 對 然後那個假狀腺低下的時候 就是慢動作 那它這個本來就是為什麼 會跟壓力相關性 它其實跟我們 身上腺素很相關 事實上它也會影響到 我們自律神經 所以我們心跳就會變快 那腸胃道蠕動就會增加 那它基礎代謝率高的話 就會燃燒比較多的一些熱 然後我們會產熱 所以很多人在冬天的時候 大家都很冷 可是他一點都不怕冷 他可以流汗 還穿很少的衣服 真的耶 所以體溫就很高 我的心跳比較快 然後體溫就很高 然後很容易很亢奮 所以你現在穿這樣覺得很熱 對啊 像每次見同大家說 好冷喔 好冷 我說沒有 我覺得剛剛好 真的假的 可是也就是這樣 所以容易瘦對不對 是 然後你從外觀看起來 也就可以大致看出來 除了看脖子 大家看得出來之外 眼睛 因為他眼睛會凸出來 因為他眼睛比較凸出來 睡覺的時候 有時候眼臉沒辦法完全閉合 就會造成眼睛比較容易乾涉 對 那手抖你可以用一個測試 用簡單的紙 直接放在上面 如果有抖的話 它就... 真的嗎 來...近... 一張就夠了 一張就夠了 要放鬆還是要撐著 就放鬆吧 這樣子放是不是 像個人手拿著 對 它就有一點... 有耶 我真的沒有 沒有 我真的沒有 夠了 它有在抖耶 有... 反而繡婷沒有 我真的能抖耶 還沒有你抖耶 而且我還會... 風還會吹耶 大家有手抖 但是不見得是有 腳上先看見還要做一些 也許是害羞 害羞 因為可能是... 你又趕上洗衣服 走比較痠 害羞 這是自我檢測的其中一種方式 對 那心計的感覺是真的不舒服 心計是心跳真的變快 我們一般大概70跳左右 它可能因為交感神經 會過度的興奮 所以有時候到九十幾跳一百跳 那類似你一直在小跑步 對 其實我前陣子去檢查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 睡眠不是很好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以為 我是不是憂鬱症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後來去檢查 然後護士就看我說 我覺得你的 我說有嗎 我真的從來沒有感覺 我脖子有一點粗大 然後醫師說 的確我有一點甲狀腺抗進 然後後來我在做深入的檢查 包括超音波抽血 然後超音波檢查出來 也有 對 甲狀腺腫瘤 甲狀腺腫瘤跟抗進 很嚴重嗎 我們在講說 甲狀腺抗進 只是一個你測到甲狀腺素高 可是它有太多的原因 會造成我們的甲狀腺抗進 最常見的是一個 自體免疫的疾病 叫葛瑞夫斯症 那個就是 其實我們正常在分泌 應該是我們的腦下垂體 會分泌一個叫 甲狀腺刺激素 去告訴我們說 要開始分泌了 那分泌過多 我就會回饋意志 去告訴他 停了不能抑制 可是我們有一些 自體免疫 就會有一些抗體 就直接刺激他 他們是來自腦下垂體的 他就會一直分泌 一直分泌 這一類的話 當然這一類的疾病 大部分都在 女生比較多 所以跟那個自體免疫相關 當然還有一種叫做 甲狀腺的多發性 毒性甲狀腺瘤 哇 怎麼都不怕 這個聽起來很恐怖耶 這個大概占14%左右 那這個就是一個 我甲狀腺的濾泡氣泡 它自己失控了 我就會形成一個結結結結 然後一直在分泌那個甲狀腺素 那當然也有一些單發性的 甲狀腺 當然我們最怕為什麼要做切片 很多這種 甲狀腺抗性 也有可能是一個 甲狀腺癌 就是一個惡性的腫瘤 所以他們一般在看完之後 還要做個那個去區分掉 對 當然還有很少部分的是 我們來自於我們 腦下垂體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 有些人腦下垂體 有一些長腫瘤 那他就會不停的去分泌一些 甲狀腺刺激素 然後就告訴我 結果我們以為是他壞掉 事實上是 那就要做腦部的一些核瘤共振 或電腦斷層 去做鑑別診斷 比較少部分的事情 或者是架錯腦瘤的問題 對 因為我們有很多人的問題 失眠對不對 要慎選床辦 真的 應該來不及啦 來 少婷 我的話是因為 我記得我是小學的時候 被檢查出來的 小學的時候不是都要健康檢查嗎 對 小學有 小學有 沒有 那個時候就是一排 可能第一站是測聽力 然後第二站是測視力 第三站測什麼 然後我們就一關一關過 結果到了有一關之後 醫生就是在看外觀 然後摸這邊 他這樣看... 我就看他面有難色 我那個時候就有猴結了 然後我就跟醫生說 我有猴結 我以為他在面有難色是因為 然後因為小學生難以啟齒 然後醫生就說 沒有 我不是在看那個 然後他就說 你回去要叫爸媽帶你去醫院檢查 他說你可能有 甲狀腺部分的問題 然後檢查之後呢 醫生說 我是 遺傳性 然後我那個時候問我爸媽 我才知道 我們家我奶奶 我姑姑 都是爸爸那邊的 我們家的女生 都有遺傳的 甲狀腺機能抗進 女生都有 對 可是醫生那個時候就是說 是有遺傳的抗進 可是目前數值都正常 所以他就說 正常過日子 然後不要太累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然後就可以 可是如果說哪一天 萬一真的發作了 可能體重掉啊 或者是脖子變很腫了 或是眼睛突出來 他說就一定要去看醫生 那時候可能就要吃藥或是手術 那妳到那個程度過沒有 我目前都沒有眼睛突 可是就是偶爾的時候 手會比較抖 或是有時候真的比較累被摸 所以有吃藥嗎 沒有吃藥 像人家他們就說不能吃 太多含點的東西 就是海帶啊 對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直繼承 要吃很多含點的東西 怎麼可能 結果呢 因為一個抗進 越去低調 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去那個超市 然後我就看到海苔在特價 對 黃奶 結果呢 什麼叫 手抖 手抖 超級抖 吃完了 下風危險喔 快搞錯耶 而且聽起來好像只有女生會遺傳 傳女不傳男喔 為什麼 不公平 還是比例上比較高 我們剛剛講 甲狀腺抗健有一個 對 76%都是這個疾病 然後它是一個自體免疫的疾病 其實大家知道自體免疫疾病 大部分都女生比較好發 像什麼紅斑性狼倉 類風絲關節 那這個疾病其實也類似這樣的情形 男女的比例有的統計 大概10比1 有的有交達20比1 所以這個是 所以沒有那個傳女 是說因為他們後來發現 除了壓力 還有一些寒點的食物 其實跟女性的 可能有相關 所以會有類似說 為什麼女生比較好發這樣子 是... 那如果再嚴重會怎樣呢 像還有剛剛他說 點吃太多 結果這樣子抖入海苔 如果他繼續吃下去 對啊 怎麼會怎麼樣 就喜歡那種抖的感覺 如果海苔繼續特價的話 對啊 我們有一個名詞 大家如果聽到就會很恐怖 叫甲狀腺風暴 風暴 風暴 他說我們放任他 不去控制他 那你可能身體持續 譬如說你承受一個很大的壓力 或是說持續去接受一些點的刺激 或是我要去開刀上了一些麻醉 他就突然大量的甲狀腺 整個分泌出來 那結果你心跳就... 越跳越快 心臟衰竭 肝臟衰竭 好可怕 這叫甲狀腺風暴的死亡率非常高 所以我們所有的在治療 甲狀腺病人最怕的 就是遇到那個甲狀腺風暴 千萬不要再摳我家用了 不敢了... 好喘... 我家給你 這招好 這招好 好喘... 好好用喔 所以社群要學起來 對 我要學起來 怎麼都好用 好 那蘇菊有沒有採訪過 類似這樣的案例 其實有一些女生啊 她罹患了甲狀腺抗靜之後啊 她其實不是很願意吃藥 因為她們覺得說吃藥之後 不一定會越亮臉 但她們覺得因為不吃藥的時候 她通常是很瘦的 因為她的代謝非常快 她覺得自己是一個益瘦體質 可是她開始吃藥之後 她漸漸發現好像體重會慢慢的增加 所以她其實對吃藥這件事就很排懸 那有時候醫生說 但症狀來的時候 你還是應該來吃藥 結果後來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想說不管她 反正頂多只是手抖啊 而且就是吃什麼都不會胖啊 不是一個很棒的事情嗎 完全不理她 結果有一次 她就一直持續不理她 結果最後有一天 可能真的不知道是壓力 還是感染症 還是怎麼樣之後呢 就突然間出現假裝性的風暴 去了醫院的時候 就已經發現 不知道已經持續 她其實心臟衰竭之外 醫生發現她有心臟 可是她持續 持續心臟都在跑馬拉松 你知道嗎 一百米來十五塊都... 所以她一直其實是耗損她的心臟 所以在那次突然的事件之後 去就發現 她已經變成心衰竭的病患 而且因為心臟已經那麼大 她只能慢慢朝向心臟 越來越衰竭的部分 其實很多假裝腺素 她長期假如你控制不良 心跳一直... 你一直在小跑步 其實你心臟就一個慢性的 心臟功能衰竭了 所以當然我們講說 控制也不能控制超過 控制超過你變成一個低下 其實也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當然有這個疾病的話 就是一直要去控制她 但她有沒有辦法根治 她是沒辦法根治 她在你狀況好的時候 她可以不發作 可是你在狀況不好的 有可能又突然又高起來 所以病期要回去做那個... 那那個都是小時候就會有 還是說 譬如說突然哪一年漸漸前 她就會有可能突然就... 撇開遺傳了喔 其實我們講說 有這樣的體質的 不見得在什麼時候會發生 我可能平常的時候的生活習慣 那些都還好 可是突然一次吃進去大量的 一些點含點的食物 那突然那一天又熬夜 又壓力很大 就突然就發作了 所以有這個體質 但不知道是哪 什麼時候會發作 這個是不一定的 而且有些女生 是自己搞亂自己的體質 怎麼說 比如說有些女生 你會覺得說你去減肥診所 然後你就覺得 那減肥診所的效果很好 回來 一檢一看藥才發現 有些醫生可以開到 兩顆 三顆 四顆的甲狀腺素給你 因為他開那個給你 你就會自己覺得 他真的消耗得好快好瘦 可是當你開始覺得 你覺得自己不需要吃藥 停藥的時候 你會開始覺得 你整個甲狀腺代謝是出問題的 所以說今天異常低下 然後到後來調不回來 你又變成整個內分泌就混亂 對 所以其實它有時候 症狀它是非常多樣化的 但重點是 如果你發現你減肥的醫生 給你很多的甲狀腺素 你真的要小心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預防就很重要 對不對 預防怎麼做 我們剛剛講說 有三個比較危險因素 第一個就是 我們講的那個生活的壓力 那生活壓力這大家要去調適 過一個比較紓壓的生活 該運動的時候 該運動 該旅行的時候 該旅行 那早睡早起 不過第一個真的是很難 每次我這樣子跟病人講 對啊 可能早睡早起啊 我怎麼可能因為這樣子 我就離開我的工作 那早起我現在就要回家了吧 對啊 這個你的生活 我是沒辦法介入的 對 我只能說建議 好建議 那第二個 當我們講說寒點的食物 我要提醒大家有幾種 最常見的點來自哪裡 其實在大海最多 海鮮類的東西 你要喜歡吃魚 你如果有這種體質的 吃淡水魚 不要吃海水魚 那吃食鹽的話 就跟他特別講那種 不含點的食鹽 以前我們都為了那個 預防那個甲狀腺的問題 都加了很多點在食鹽裡面 那包括我們的很多的一些食物 包括我們一些 菠菜 香蕉 還有馬鈴薯 這類都是糕點的食物 這個能避免 就盡量避免 馬鈴薯 馬鈴薯 馬鈴薯也是啊 那那個薯條就不要吃了 是... 盡量不要吃 那很多東西我愛吃耶 大家知道的那些 海帶 海菜 海藻之類的 還有健康食品 我們常常會添加很多點 當作健康食品 礦物質啊什麼那些 這個也有 還有你們在插的那個優點 其實它也是含點 那還有那個 我們在做那個電腦斷層 然後或什麼 不是會打一些鹹飲劑 那你剛剛講 我要打那種 不含點的鹹飲劑 所以這類的點能避免 但第三個因素就是 女性荷爾蒙 那當然是 除非你要變成男生 這樣這機率就會比較低一些 這就不容易 那大概前面兩個可以 大家努力一下這樣 OK 好 但如果你身體健康的話 你正常吃沒有問題 對 有這個狀況 真的要留意 不要把身體做得更嚴重 對 要小心 好 那再來看看我們的症狀二 就是變瘦 加上容易疲倦 另外還有頻尿 對 這個症狀聽起來 應該也很平常 前面都是變瘦 我都只有後面沒有前面耶 這怎麼回事 妳本來就瘦了啦 沒有 我真的沒有瘦 然後維持得很辛苦喔 真的 維持得很辛苦 而且我其實真的很容易疲憊 而且你知道我每次只要睡 譬如說我一天至少睡十個小時喔 如果我可以睡到十個小時 我長得起來還是累 而且眼睛會一直眼壓很高 然後集中力沒辦法集中 要平尿 對 然後平尿 我曾經最高紀錄一個晚上 從晚上十一點到早上六點 起來十一次 這麼多啊 妳太誇張了吧 我有記 我有記錄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越記錄 你就會越記得我上幾次 注意力都在上面啊 我不曉得 因為我其實 是有尿液但其實上不太出來 上得出來 有尿液上得出來 但是不多 不多 然後像我平常 如果你沒有那麼去注意 有沒有頻尿的話 我一個晚上至少每天 都要起來四五次 那維如咧 我跟你講 變瘦又容易疲倦 還頻尿的時候 你們就要小心 因為你們可能 懷孕了 哪有 懷孕會變瘦的 會 一開始會 一開始會先變瘦 然後無時無刻都想睡覺 睡 然後我們討論 就是那個疾病喔 所以 真的要小心你可能懷孕了 漂亮 所以維如妳認為這套題目 我們今天節目出出 是因為 待會兒我們要介紹內政部出來 感謝大家生意嗎 鼓勵大家生意 真的 因為懷孕的時候尿尿 真的是尿下去一兩滴 然後無時不刻又開始想尿 可是你尿不多 就是滴那一兩滴耶 就是膀胱鎖不住耶 對啊 所以妳這個算是 懷孕的一個預期的答案 對 懷孕前期會增 而且會變瘦 Amy 沒有 我覺得真的很小心 因為我覺得這是糖尿病的警訊 真的嗎 真的 而且女性的 得糖尿病的比例啊 比男性來得高 有一陣子我就是體重驟降啊 然後白天 那個排便都很不順 晚上也是憑尿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奇怪 好累 對 很累 早上每天早上睡到十點起床 然後起床以後 可是還沒有到中午 我怎麼整個人就覺得累累的 然後一直想睡覺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懷疑 我自己是不是得糖尿病 那妳有去檢查嗎 沒有 那時候沒有去檢查 沒有 她常常今天免費的 來問診一下 都在懷疑 OK OK 妳知道 這個 現在女生 我們生活是辛苦的 對 能省就省 免費來問診一下 看看是不是糖尿病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答案 好不好 來看 真的假的 這是糖尿病 完全的意料之外 為什麼 這個當然還有一些淡書 你說一個像那個少廷 這麼年輕的突然疲倦 其實我們比較不朝糖尿病 這邊去懷疑 糖尿病在台灣其實 分兩型最常見的 一個是第一型 也有一種第二型 第一型叫做 胰島素依賴型的糖尿病 這種就是小朋友可能是 也是一些自體免疫的疾病 那從小你看有些小朋友 從小在打胰島素有沒有 它是整個胰臟胰島素細胞 那貝它是有被攻擊 被自體免疫攻擊 它所以分泌不出胰島素 所以它從小就有這叫 胰島素依賴型 可是這只有2% 那我們在講說 血糖剛開始高的時候的症狀 是沒有症狀的 像我們比如說 我們一個40歲了 然後它剛開始血糖偏高的時候 沒有任何症狀 然後開始出現這些 血糖越來越高的時候 出現這些山多 什麼吃多喝多尿多 那吃越多越來越瘦 然後小便就是頻尿 然後會有一些傷口不易癒合 然後手腳會覺得麻麻的循環不好 然後肺音部會特別的搔癢 然後很容易泌尿到感染什麼 那免疫力整個下降 那時候其實是已經到 比較嚴重的一個程度 是喔 那早期是沒有症狀的 除非早期去做血糖的檢測 對不對 班子會發現喔 那你們這樣聽完這些症狀 你們會懷疑自己有哪些 我覺得有可能耶 像我因為我一天只吃一餐 已經不會懷疑是懷孕了 不是 因為我一天吃一餐 然後我都是早上吃 可能晚上就不吃 或者是晚上吃 早上就不吃 所以我的血糖是早上很低 晚上突然飆高 就每天都是呈現這種V字型的 很多女生是中飲食法耶 對不對 是不是中飲食是不是特別危險 台灣97%是那種第二型的 第二型的其實 第二型我只能說你 比如說爸爸媽媽 雙方有一個有糖尿病 你的機率就比較高 就比較高 可是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為什麼你說少廷 韋如 我不會懷疑她是糖尿病 因為年輕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胰臟還有一些本錢 第二型的糖尿病 胰臟還是可以分泌一些部分的 那個胰島素出來 只是它功能比較不是那麼好 有缺陷的胰島素 或是第二種叫做周邊 利用它的有一些結 有一些主抗性 比如說我們最常利用那個糖分的是 我們肝臟我們的肌肉細胞 脂肪細胞 那如果說你第二型糖尿病 就是說它會有那些抗性 所以那你這種就是有先天性 有一點小小缺陷的第二型糖尿病 如果飲食習慣不對 從小就是暴飲暴食 吃高糖的食物 當然這一類的當然就是會 將來你可能到四十歲 四十五歲的時候 就不夠了 就是越來越糟糕了 是 郝醫師不公平 他說他們兩個不會 那意思就是我會 你必須認識年齡嗎 我必須告訴你 因為現在真的年輕化 現在台灣如果30到39歲以前 認為這個應該很少人得糖尿病 對啊 這一群已經有七萬人是糖尿病 真的假的 可是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我平常都不吃甜的東西 也會得糖尿病嗎 還是是因為其他一些生活習慣嗎 先天後天兩個因素 都要加在一起 你先天得到一個 已經有一個這樣遺傳的 可是你還年輕 你飲食都很節制 那有可能你出現糖尿病的時間 會比較延後 可能六十歲 六十五歲 那你如果說不管他就是 生活習慣亂七八糟 又有壓力 然後飲食又不控制 又吃高糖尿 又吃一些精製類的甜食 這個當然就有可能讓他提早 我們眼睛會衰老 我們骨頭會衰老 事實上我們胰臟也是會衰老的 對 那有什麼喝酒抽菸那些 也都會影響嗎 有可能嗎 是的 如果說你要講到 它誘發它的因素 我們講剛剛壓力 壓力型 它會有一些壓力荷爾蒙的分泌 那壓力荷爾蒙分泌 就會增加我們那個 胰島素的一些阻抗性 這是第一個 抽菸 我們講說尼古丁 尼古丁類的 它也是會讓我們的糖尿病 變得更嚴重 那喝酒 大家知道喝酒最商量的東西 一個是胰臟 一個是肝臟 對 那這兩個剛好跟血糖有非常 一個是分泌胰島素的 一個是利用糖分的 那所以喝酒也會造成 這樣的一個情形 不過這個糖尿病 我為什麼特地要拉出來聊 因為糖尿病其實它的 最怕的不是糖尿病本身 而是併發症之類的 對 因為一開始得糖尿病的時候 剛才醫生有提到 初期的高血糖 你根本沒有感覺 可是更糟糕是很多人是 台灣人士 已經知道要高血糖了 還不管它 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大概五十幾歲 那那個時候可能一次 什麼健康檢查幹嘛 就發現醫生就跟他說 你這個血糖值有點高 你可能要陸續追蹤要注意 他就不管 因為他覺得又沒症狀什麼關係 就繼續不理他 不理他之後呢 就亂次有一天 發現自己怎麼突然間變瘦了 女生變瘦第一個時間 都很高興 對 太棒了 他就突然間一兩個月暴瘦 暴瘦就覺得太棒了 結果有一天 他是怎麼回事去看醫生呢 因為他突然間覺得 眼前看東西一片模糊 後來去就醫的時候 才發現他已經有眼底的 那個視網柔病變 因為他持續有病 他已經知道 他那時候離婦 那時候檢驗他的血糖 我們一般說 飯後血糖值到140對不對 對 他驗是700多 好高喔 所以他那時候 七隻器官眼睛什麼 都是泡在糖水裡 所以泡久了 他整個視網膜就病變 就看不清楚 天啊 而且更可怕 是不是他 有人說就是 一旦有了糖尿病 是回不去了 大部分是這樣子 台灣第一型 第二型 那個大概就回不去了 就血糖就 你要開始積極的控制 控制一輩子 但是還有一個第三型的 像認成誘發的那個糖尿病 懷孕時間 懷孕節對 有可能把小孩生下來之後 他就回復了 這個是回得去的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常常講 比如說一些急性的疾病 一些 有些人你知道 得了一個感冒 會影響到 急性移脹炎 他說他移脹 就突然間 他移脹休克掉 他沒辦法分泌 胰島素 可是這個病症過去了 他又恢復了 所以如果 可是不幸的是 我們剛剛講 99% 其實都是第一型 跟第二型的糖尿病 這一類的就回不去 那我一直要強調是 這個疾病 在全世界統計 是比例相當高 大概百分之二十歲以上 大概百分之十 兩千萬人 就大概有兩百萬人 有這類的疾病 然後他恐怖的是 他後續的那些病發症 我們講說 視網膜病變 眼睛有可能會瞎掉 然後腎病變 我們的洗腎是有一半以上 都是糖尿病的 那有多少人會走 糖尿病 你說我整段四十歲 整段糖尿病 在未來四十年 活到八十歲嘛 對 有多少比例會變成 洗腎尿毒症 四十percent 很高 十個有四個 然後所以我每一次 我門走的病人說 洪醫師我這樣我慘了 我以後一定要洗腎 我說你要樂觀想一想 還有六個不用洗腎 那你應該去當那六個啊 好樂觀喔 那這四跟六個差別在哪裡 就是你生活飲食的自我節制 還有有沒有及早的遵循醫師 這樣在控制血糖 對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 還沒有糖尿病的 那我們不要有糖尿病好不好 律法 怎麼律法啊 好可怕 第一點喔 就是假設是高危險族群 我是建議要那個四十歲以後 一定要固定的去驗血糖 我剛剛講 早期是從測血糖去得知 而不是以症狀 對 第二個 這個糖尿病最怕的是運動 所以大家要記得要歸... 我們剛剛講為什麼運動 一個是大家講三高嘛 三高 那你如果運動的話 就可以抑制掉三高 所以我們一般是說 一週要運動什麼三次三十分鐘 你有糖尿病的體質的人 或危險的人 我是建議可以一個 禮拜運動到五次 每次大概三十分鐘 這是運動 所以現在變瘦了 還覺得一定是好事嗎 還是小變瘦 但是要變瘦 變瘦OK 但是要尋正確的比重 健康的方法 所以嚇嚇他們 如果變瘦的話 還要小心什麼 還有什麼病啊 除了這個 對 臨床上很怕 病人莫名其妙的變瘦 除了我們把腳... 我們當然首先會把 那個腳上線查一查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會查腸胃道 所以一般變瘦 大部分收給腸胃科 那因為腸胃科的 有很多的疾病 消化吸收不好啊等等 那包括肝臟不好 原來慢性肝炎啊 很多的也會 還有一些 我們最怕的是一些腫瘤 尤其是 剛早期的一些腫瘤 像一些 腸胃道的一些 胃癌 肝癌 食道癌 這個會大量的 還有大腸癌 這些腸胃道的腫瘤 很快的會 體重會下降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癌症 大部分都是到末期之後 體重才會 才會下降 這癌症是我們最擔心的 一個問題 當然還有很多的疾病 都會造成我們體重 莫名其妙的下降 對 比如說我們常見的一些 慢性的一些感染 一些結合病 一些艾滋病 這種慢性的感染 也會造成我們體重的 一個慢慢下降 那體重下降 其實我們 我要強調的是 大概有兩層到四層 我們這樣經過 一直查一直查 查不到原因 對 查不到原因 它體重就是莫名其妙的 一直下降 當然這一塊 我們有的是 給它歸類一些 新陰性的 新陰性的 比如說厭食症 那個族群啊 我說有一些 它可能長期處在一個 很高壓的狀態 這個我是覺得 當然很多 現代人的生活模式 我覺得不管是飲食 不管是壓力 事實上都是 非常容易造成 糖尿病的一個發作 還有一個體重的調整 要放慢腳步 體重下降 其實伴隨了各種健康警訊 甲狀性抗菌 雖然代謝很快 但是會讓身體太操勞 讓器官提早衰竭 糖尿病的血糖提高 初期沒有症狀 等到體重下降 就是默契的症狀了 所以體重突然下滑 一定要盡快就醫喔 來 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 是這個 水手杯的果汁機 因為我知道 現在很多人不是都說 要喝那個新鮮果汁 要健康嗎 對 但是我們就是懶 看起來是懶 真的 很懶 對啊 很麻煩 這也是假抗的症狀 我們急躁 我們慢不下來 你早上可以多睡10分鐘 半個小時 你幹嘛要起來打手 可是人家不是又說那種果汁 如果你前天打好 然後給你早上起來喝 那個營養其實已經變成 沒錯 所以跟你說這個懶人也可以用 這種水手杯 來... 就是...它就是... 這個是它本來就附的喔 對 然後你要直接把水果 就直接加進去 我今天用的是 鳳梨跟蘋果 蘋果 這個應該好喝 這個杯子看起來 它是沒有什麼... 它沒有什麼孔嘛 然後底下有個機器 這個很好奇這怎麼打法 對 一般大家想說打果汁 應該就是要用果汁機 對啊 然後呢 先切好 丟到果汁機裡面 然後打完了之後 再裝到你要的杯子裡 還要吸 對... 很麻煩耶 對 怕什麼有點躁鬱 對... 怎麼啦 夾卡... 就是你覺得很麻煩 早上出門都來不及了 但是像這個 你就直接加到這個杯子裡面 之後要加水 加水才打得動 然後水的話 就是不要比你加的東西多 比你加的水果 所以我再少一點點就好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是 然後接下來呢 你看它有附這個 刀皮已經直接在這個上面了 這就是被吐雞那個刀皮嗎 對 但是它就直接拿來打果汁 好像它裝在哪裡 你就這樣子 就在這裡打 用這個啊 反過來 聰明 把它扣好了之後 然後就把它轉過來 反過來 幫你這個人真聰明 然後它有一個卡榫 你就把它對好之後 就像果汁一樣 怎麼會這樣 沒有按 因為那一般的話你還要按啊 對啊 這樣會嚇一跳耶 它這個轉速都設定了 這樣好了 就這樣轉 轉一下就好了 就稍微往下壓著 你把它 好方便喔 好漂亮耶 這打得好碎喔 這樣看就覺得很細耶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的動作非常簡單 你就直接把它這樣轉開 轉... 你整個過程裡 對 我要洗的就只有這個東西 而且水沖一下就好 對 五秒鐘 對 然後它這樣子不能帶出門嘛 它有附另外一個 這個就是它那個水手臂的杯蓋 OK 然後一樣放上去之後轉 就是一個水壺了啦 對 對 就能把果汁帶出去了 轉緊之後 這樣就可以出門了 對 然後你要喝 這樣直接喝 而且... 而且其實你們可以看它 打出來的那個果汁 可以試喝一下對不對 對 真的打得很細耶 對 像一般的果汁雞 可能還沒辦法這麼熟 對 你們這個喝的口感怎麼樣 就是跟果汁一樣嗎 對 就是果汁啊 應該可以加牛奶下去打吧 就是你想加什麼就這樣 而且因為它的轉速很高 所以像是可能堅果 或是夏天很熱 你想要加冰塊 它都可以自己打 好方便喔 冰塊也可以打 因為像很多人擔心 這塑膠製品說它什麼 好像不含雙分A什麼的對不對 對 這個是安全的 安全的 安全塑膠 好錯耶 對啊 自己打果汁的好處 這問洪醫師最準的 這個我是覺得 這個是一個非常對的行為 尤其是那個家裡有小朋友的 我覺得媽媽應該這樣準備一個 對 我們知道喔 現在什麼都物價上漲 好 我們去外面買一杯果汁好了 你覺得成本最大的是在哪裡 水果 對不對 等一下水果 那水果它會不會用給你 用一個那種最漂亮的水果 幫你打 不會 它都會爛的 它可能用一個已經快撞壞的爛掉 對 你如果吃到一個食物 你就臭酸掉 你不會吃 可是水果你吃了你就酸酸的是 正常 所以你不會知道 他們把那個一些削過的西瓜 削過的一些給它隔天去做那些細菌培養 其實蠻多的 對 更何況那些已經腐敗掉的 那這些細菌輕折就是一些急性肠胃炎 對 如果比較嚴重的甚至大家知道 黴菌類的會產生我們抗生素叫什麼 青黴素 紅黴素 對 它的整個毒素事實上會滲到我們一些好的水果 那好的 水果我們吃了一大堆的那個 就會產生 吃了一堆那些抗生素類的東西 它就會對我們肝臟 腎臟 事實上都有負擔的 你說我一箱水蜜桃買了一千五百塊 只是一顆爛掉 我整箱一千五都不能吃喔 不是整箱 就是它那附近的 它旁邊的那... 它附近的 它旁邊那五顆 你大概有八百塊 很香 好爛喔 天啊 真的 重點是自己打水果會選新鮮的 對 很重要的 而且那也不會像外面加很多糖 然後像這種很方便 我真的推薦給每個人 真的 連我都可以做 很好 原來 你介紹什麼呢 你這台很厲害了 很厲害 它叫全自動冰淇淋製造機 很厲害耶 這個長的名稱喔 對 而且它是全自動 全自動 只要把所有的原料倒進去 一觸碰 它就做出冰淇淋 就冰淇淋 對 什麼口味都可以嗎 什麼口味都可以 舉白是巧克力 香草 咖啡 什麼都可以 包括你要做雪繞 雪繞也可以啊 冰沙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跟你的原料有關 今天我們做冰淇淋 我們用的是鮮奶油跟牛奶 對 那要做香草口味 香草口味 對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好不好 來 上來做一下 來 首先怎麼做呢 好 香草冰淇淋製作步驟 首先在鍋中加熱牛奶600CC 再加入香草夾 加熱大概到80度 用優克蛋黃 還有150克的糖 製作乳化劑 接著把加熱鍋的牛奶加進去 再加入鮮奶油350CC 混合後導入製冰機 啟動按鈕後就打工告成啦 這樣子怎麼樣 OK了吧 差不多了 太不停了 對 沒有要動了 它其實很聰明 它只要到一個地方 它轉不動的時候 它就會停了 它就會停了 就停了 對 就會停了 對 然後把它打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的 有的 真的耶 它就會是這個樣子 你看到那個黑黑的沒有 香草夾 香草夾 對 沒錯 我的天啊 對 你們 對啊 可以在家裡做比較健康 因為外面賣的 都有一些乳化劑 對 快快 挖幾個過來 想吃喔 不得了 很好吃 它的口感就介於冰淇淋 跟雙淇淋的口感 絕對是這樣 而且你知道我在家裡 我更聰明的是 我可以把它 譬如說做好之後 然後呢 我就會把它 買一個那個長型的盒子 下面放Oreal 然後把它塗上去 然後拿去冷凍 出來就是 好香喔 很香喔 很香喔 自己可以做出來 會覺得很有成就感耶 很有成就感 對啊 而且只要一根食指就可以了 對 這上面再淋巧克力 醬或草莓醬都爆好吃 對 加糖 加糖 像我平常在家裡的時候 我也會用新鮮的芒果 譬如說現在不是盛產芒果嗎 我就用新鮮的芒果 然後下去煮一點砂糖 加一點檸檬 然後把它丟進去 它就是冰淇淋的雪辣 非常好吃 而且自己做呢 第一個最棒是天然 健康 你的糖甜度要多少自己控制 就不會太甜 對不對 我覺得很奇怪 今年夏天突然 全部的超商都掛擠了一陣 那個叫雙淇淋 對 然後弄到那個現在政府大家 一直在盯著這件事情 對 那他們最近就要叫他們 把那些成分怎麼都要公佈 然後也去查它的熱量 到底有多少 對 你知道嗎 市售那個雙淇淋一支 大概將近200到250大卡 我們一般吃了一顆 一碗的那個白飯大概200公克 大概2804卡 所以它等於說等於吃一碗 一根那個雙淇淋 就等於一碗白飯 對 那我們很多人早上會吃一根 下午又吃一根 那你一天就多了兩碗白飯的量 所以大概一個月下來 可能你會胖個1.5公斤左右 真的 胖還算小事 它裡面有一些添加物對不對 對 添加物要特別詳細 包括一些防腐劑 一些乳化劑 然後一些顏色 比如說我們要調成黃色白色 色素 比如說我舉例好了 白色除了一些食用色素之外 食用色素 大家知道小朋友吃了 會有一些過動 影響它的智力發展 對 甚至有一些會引起一些癌症的 一些病例報告 但是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它們會成癮 你知道它們加的是那種糖精 或是有一種叫 玉米糖漿之類的 對 加拿大有一個實驗 就是它用那個基改的玉米 基改玉米去做成基改的玉米糖漿 然後去餵那些小老鼠 那發現餵久之後 小老鼠去做它的腦子 跟那些吃毒品成癮的那些 是完全一樣的 這麼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是很棒 是說他們商業利益 他們就是一成癮的話 他們就會一直重複的去購買 那當然這個吃久了 對肝臟腎腎都不好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小朋友最近 好多小朋友都是一些過敏兒 為什麼小朋友對一些 就是我們的小朋友 腎臟功能都不是那麼好 很多二十幾歲就 腎臟就壞掉了 其實這些都要特別的注意 行事都要注意 自己做比較安心 真的喔 因為人家乳化肌就是蛋黃啊 最健康的 對 尤其家裡如果小孩 特別要留意自己 真的 趕快滿意你來 對 謝謝雅蘭 謝謝 來... 好 當然我想我們介紹 這麼多的事情 今天整天聽下來呢 我覺得自己心靈身體 都健康得起來了 真的 對 那我想呢 這個健康的沒有不二法則 也沒有捷徑 就是在乎你有沒有 按部就班的好好做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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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